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中報告的繳交 這個我想請各位自行再看 比較重要的部分 其實就是VBA的部分 我就不強制說你一定要做 如果你假設你覺得自己能力有限的話 或許你可以試著做做看 如果做不出來沒關係 你可以在心得裡面交代一下 你說老師我已經很努力了 但是這個部分實在是沒有辦法做出來 然後我可能在期末報告的時候 再繼續努力吧 也可以啦 或者甚至你也可以有個想法 你可以先提一個想法 目前做不到也沒有關係 你有一個目標 然後之後可以再接再厲 這個我是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學這樣的技術 真的要馬上把它學會 我是覺得不太容易 但是你至少目標是清楚的 就是我一定不會放棄 反正我一定就把它學會 至於什麼時候學會不知道 OK 但是盡量能夠多利用一些新的工具 比如說像ChargePT 或者是其他的 像什麼Google的GM9 或者是微軟的Corpio Corpio好像最近又更新了 一直都跳一些 然後甚至是那個 Amazon的那個 這個Cloud也OK啦 反正這些我想你們 都可以去嘗試做做看 那把這個選題的原因 稍微說一下 為什麼你要選這個題目 那剛剛有同學問說 是不是一定要從政府的開放平台找 理論上是啦 那當然如果你要網路上去搜其他的 看看如果有類似的也可以 只是說盡量不要牽涉到一些 比如說可能有商業利益的問題 或者是著作權的問題 或是隱私的問題這個啦 那理論上因為開放平台上面的資料 應該是比較安全的 所以如果你假設有類似的是可以 可是你可能要盡量避開 我剛剛講的那些問題 OK 然後還有設計的過程 你可能就交代一下 到底你用了哪一些方法 解決了什麼問題 然後把心得 也許你就把它存在Word 或PDF也可以啦 也有同學用Mac 你也可以用那個編輯器 稍微編輯一下 然後說明一下資料來源 使用的函數 或者是如果你有VBA的話 那稍微說一下 OK 大概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地方 講得不清楚的 你也許再提出來討論 再問也可以啦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繼續來看 就是我剛剛講的啦 就是最好是能夠 因為我覺得你會這樣的一個能力的話 應該你在工作也會比較有成就感吧 做起來也比較有效率 那你事情做得比較快 自然而然你就不用每天都在做那些重複的動作 第一個是無聊啦 第二個的話呢 真的你變成沒有多餘的時間 甚至連上廁所都沒 吃飯都沒時間 為什麼一直在Ctrl C Ctrl V 做不完 但是如果你程式寫完 你根本不需要嘛 你剩下多餘的時間 就思考說你想要做其他的什麼事情 因為除了電腦的這些操作 還有更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啦 如果你不能把它從電腦抽離出來的話 那你的工作其實你的品質不會太好 那更不要說你的其他生活品質也不會太好 所以很多衛生員一直加班 因為做不完嘛 OK 所以要使用什麼方式可以抽離出來 甚至有人效率高的話 他有多很多時間 他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老闆也不會管你 對不對 OK 你就可以甚至快到週末的話 也可以規劃一下行程 比如說要去哪邊玩 還要想一下放空一下 對不對 應該老闆不會管著寫吧 我覺得一般理論上就是你事情做完 應該剩下其他時間你不要太誇張 應該都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希望說畫一個歷年切刀折線圖 那要怎麼完成 就我剛剛講的 其實你可以拆成兩個部分完 我建議以後如果你要做寫一個程式 你不一定說從頭到尾就寫一支程式 其實你可以寫兩支程式 把它合併在一起變成一支程式 那首先我剛剛講 你可以先完成這邊 再完成這一邊 等於這邊是一嘛 這邊是二 然後再把一跟二串在一起 這樣就OK了 那這要怎麼做啊 那當然幾個方向 我是覺得因為這個難度其實還頗高的 這個怎麼做 這個叫樞紐分析表 如果你不會的話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請幾個方向 第一個請Charlie Pee幫忙 所以這邊有個Q Q的話就是說 我問Charlie Pee去幫我做 幫我撰寫有沒有 VBA程式 所以我們先確認一下 我的問題 第一個你要跟他敘述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你要跟他敘述你的資料在哪裡 那假如說你已經畫出來了 將A3到B12這個範圍的資料 所以你跟他講說 將A3到B12的資料有沒有 做什麼呢 這是畫圖喔 繪製為含有資料標記的折線圖 並且輸出到D2 輸出的位置跟他講 D2到M20 OK 那我看一下 這個地方 那等於是這一段程式應該是畫圖 這一段畫圖 那我先從簡單開始啊 所以如果假設喔 我的需求是已經做出一個樞紐分析表 我希望在旁邊畫個圖的話 如果你不會畫 之前你變成你要先什麼 樞紐分析表工具 樞紐分析表 然後再怎麼樣 再去找個折線圖 然後還有資料標記 然後還做那些動作 可是現在的話呢 你這些動作都不做的話 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程式呢 OK 理論上是可以啦 第一步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把Visual Basic叫出來 還記得吧 ALT加F11 或者你把那個開放人員叫出來 第一個 好 第二的話呢 你就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我的習慣喔 把它稍微縮小之後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在上面按右鍵 或者插入模組也可以啦 插入模組 然後呢 我們就把剛剛的程式貼過來看看 試一下這一段有沒有 所以如果假設我把這個問題呢 當然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這個是我已經丟給ChartGPT 或者你可以把這個問題喔 把它試著輸入到ChartGPT上面 然後呢 讓它跑跑看 得到的程式基本上 我用Google登錄看看好了 它應該每次寫的都不太一樣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Run一下 這個是沒登錄成功喔 好 比如說我把剛剛的問題喔 再重跑看看 我想應該它每次給的結果 應該都不太一樣 好 類似像這樣好了 如果我今天我先從那個 比較簡單的開始 資料已經 書納分析表已經OK了 我想要畫個圖 那請你幫我輸出到D2到M20 其實D2的話我前面講過 你甚至可以把它改成冒號 OK 執行看看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有沒有看懂你的問題 其實你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回應 大概就知道了 這次它滿尊敬的 有時候它用你 有時候用你 OK 可以使用的VBA 誒程式嘛 這時候它 有的時候它會用什麼代碼 我發現對愛用語 有的時候它這次又變正常了 OK 然後來繪製一個 還有標記的折線圖 並將圖表放在D2 所以你會發現它沒有D2到M20 所以它這個會不會輸出的範圍 會不會少一個M20 我們看一下 所以有的時候我習慣會先 從它的回應先檢查看看 它有沒有懂我的意思 如果看起來沒有錯的話 我看起來應該有個錯應該是這個 它好像不知道這個冒號就是D2的意思 所以它好像打個D2好像比較保險 OK 好 那最後的話它幫我把程式寫出來了 我們來試試看 這個地方 複製程式嘛 貼過來就OK了 記得貼之前一定要先來產生一個Module 把它執行看一下 執行 它這邊有一個錯誤 真錯一下 好 那一般的話呢 很容易出錯的地方都在這裡 錯誤的地方就是這個 這個是哪一個功 序齒應該有記得 序齒 序齒 序1 那我們不叫序則1 我們叫歷年切道摺線圖 所以呢 我就把這個名稱改一下 這個名稱改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怕 將來比較容易出錯的話 最好還是順便跟它講說 你在哪一個工作表 不然的話 這個浴室好像都序則1 那我就幫它改一下 我在歷年切道摺線圖這邊 畫這個圖 底下就把它再執行 底下应该就OK了 看一下 马上就帮我把图给跑出来了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OK的地方 就是它多了一些不应该有的 像这个名称不对 X轴跟Y轴 没关系你跟他讲说 我不要什么 我要什么 那他就会帮你把它修正一下 OK 所以请各位也许先试试看吧 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 就是画个图好了 像这个图部分 如果你把它先删掉 那再请ChartV帮你产生看看 所以你会发现我的问题 直接丢给他 这个时候他给的应该是对的 M20 他虽然没有说M20 但是好像他范围也是对的 OK 那再来的话因为有哪些地方要修改 你不要这个X轴Y轴这几个字 有没有 然后也不要图力 然后把标题呢 改成叫令言切到责任 所以你可以在底下描述一下 你不要什么 你这个不要什么 你可以先讲 然后 然后这个X轴Y轴 甚至这个其实我是觉得 甚至你可以直接 你不用讲好了 我觉得这边其实是可以自己改的 如果假设 你可以自己改 看得懂的话 其实自己改 我觉得应该比较快 所以这边的话 我把这个字稍微放大 工具选项 撰写风格 字稍微放12号 所以这个X轴Y轴 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delete掉 这个不要 Y轴这也不要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这个X轴Title 这个干脆自己改一下 这个叫历年切到责任图 OK好 那就把它重新跑一下 你会发现 出现了 可是问题 怎么办 这跑到这里 那理论上应该是这两个 这个什么 这个Title部分 这两个应该是不需要 这两个 这个是X轴Y轴 所以这两行也不需要 好 那你就再把它跑一下 看一下 好像比较接近了 有了 那只是说呢 它的字的大小 字的颜色 还有这个图例不要 你可以再跟它叙述一下 那请大家帮你修正 请各位先试一下 利用Title V 帮你绘制图表看看 你也在说 好 好 咱们 好 OK